渐进式负荷我们讲过了 我再告诉你一次 次数如果变多 总量如果变多 重量如果变大 都代表你有渐进式负荷 你有比之前做得更强一点点 这个就是渐进式负荷 所以重量只是其中的一样 碳水不要放开来吃 如果你是一个每一天 总热量摄取2000卡的人 很多人 我为什么用2000卡来当一个数字 因为很多人是吃2000卡 就差不多了 2000卡代表什么 你有一千卡 百分之五十 对不对 我们用简单的数学 对不对 百分之五十是碳水 百分之三十是蛋白质 百分之二十是脂肪 或者是四十蛋白质 十是脂肪 你可以去调整 百分之五十的碳水表示 一千卡是来自碳水 每一克的碳水可以产生四卡的话 那你可以吃多少克的碳水 两百五十克 OK 你一天也不过吃两百五十克的碳水 真的不多 我们说一百克的地瓜 大概是多少 三十几克 四十克的碳水 OK 你两百五十克的碳水吃下去 你会发现 你真的只吃到2000卡的话 碳水还是不能放开来吃的 OK 一碗白饭一百公克里面 应该也是三十几四十克的碳水 好吗 记得这一点 碳水可以吃 只要是食物 没有不可以吃的 重点就是精致淀粉 精致糖类 高处理过的东西 你很容易吃下去 血糖会震荡 然后你会饿 如果你可以吃好吃的东西 你能够控制肿热量 你吃什么我都觉得无所谓 也有人吃得很健康 但是他也控制不了他的肿量 一样吃到胖 没看过有人吃 超米饭鸡鲜肉花椰菜吃到胖的吗 我就见过一堆 我吃得超健康 但是总热量不控制 一样胖 我吃得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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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